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最近就是说他是日本人了 日本是祖国了 就是能犯的计他全犯了 我就说这李登辉 他最近又改口了 他最近出新书又怕这个 他这样一讲蔡英文选不上以后 他又改口了 他又说做日本奴隶是台湾人的悲哀 他又改回来 这是有趣的地方 但是实际你看我比你们理解他 他也不算是改口 他那个意思吧 他这个脑子里啊 他是觉得 当年我是受日本皇民教育 我出生的时候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子民 所以日本是我的祖国吧 这一重说对了吧 对 但是另一方面也没错 说这个台湾呢 一直就是受外来政权的这个统治 是吧 他就说叫狗走了猪来了 他说日本是狗 说这个国民党是猪 就反正都是外来政权 所以我们台湾人都是做奴才啊 哎呀 这个做奴才也是很可怜的 一会儿又说我的祖国是日本 哎 他很生动的反映了台湾的这种错乱 你知道这是 我我是觉得他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啊 就说这个你等会啊 他都等到90多了 最后又有 你有没有觉得最近有点大爆发 放这个言论放那个言论 但是你说他是傻子吗 他曾经做过这个台湾的这个这个领导人 而且呢 现也甚至还有人呢 我看台湾有专栏作家分析 说你等会啊 那就谋略 这个时候 小钢炮就是那个红袖柱 跟蔡英文选举 宋楚瑜也是要候选人 他在这个时机 一个一个的炮出什么 说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啊 或者又什么又这个这个那个了 说这都是有心机的 当然啊 因为他叫服血蔡英文嘛 蔡英文是他的土地呢 所以这个李登辉 我觉得就是在台湾呢 大家可能以为他退休的很早 也就是说不当领导人以后呢 就升出这个身居减出啊 但是其实不然 因为他每一年呢 其实都到现在都还有人 是专门跑李登辉线的记者 在台湾 所以呢也就是说 显然这一位就是退休的领导人呢 他每一年都会找记者聚餐 何必呢 因为表示你跟媒体还是要有很多的关系 那这当中呢 就包括他其实跟政界 他从来没有退出过 就他虽然所谓退休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 有人说魔爪吧 从陈水扁 一直到现在的蔡英文 然后还有台中间的台联党 其实他一直都是他这个血脉的延伸 所以呢他其实在一直在干扰台湾的政治 直到现在 你用干扰这个词 一直在干扰是吧 我觉得一直在影响台湾的政治 直到现在 那如果蔡英文在明年 这个选上的话 那接下来又是个四年到八年的事情 所以这位老先生的确很可怕 所以呢也有人说这个台湾的 除了马英九这八年呢 他没有赶上之外呢 其实这台湾这一段的这个政治 其实只有一个曹公子的人 徐老师你觉得这老头是个什么人 我很关心他 因为据说他装了十多个指甲 心脏是吧 九九个吧 九个 四九个 对好像九个 这充分说明咱们心脏病也能活到九十多 对啊 只要当日本人就行 所以说明台湾医术 我碰到有医生啊 我碰到有医生就去帮他看过病 然后拿他的病例来激励无数 这样的人 所以在这个程度上 我挺关心李登国 当然了撇开这一层来讲 他是台湾政治的藏心术 而且在我看来 他的这个政治智慧啊 高于后面的其他这些人 他很耐着就脾气 不过程水扁啊 马英九啊 宋楚瑜啊 全都不如他 他是真是 真是就操控 他真是 他非常懂台湾的 而且国民党是被他一手弄坏的 不是 国民党现在就是 就是抬不起来了 他是国民党的掘墓人是吗 他当年也是国民党 但是有人说 这是蒋经国的这个 就是一刀 两面刃是吧 就选了他以后呢 其实在他的这个时代 其实也就是 所谓外史人跟本身很对立的一个时代 所以蒋经国为了能够让台湾这个地方 能够不再乱下去 也就是说比较保住 所以他为什么选了李登辉 因为他是个非常本土的人士 所以呢他选了他 然后让他未来接棒领导人 其实就有种稳定台湾所谓本省人要 我不是永远被所谓外省人欺负的一个观念 所以他让本省人的意识抬头 那当然李登辉也接下来在他上任之后呢 他显然也就让台湾这个所谓的本土化 是最严重的开始 其实还不是陈水扁 是从他开始啊 这个开始索国啊 开始两国论啊什么的 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 大家也就觉得台湾人好像也就比较 就像您他自己说的 我们一直都是所谓外来的人来 对不对 像日本来我搞不清楚我的 我的这个我的头是谁 然后一下这个国民党又来 可是国民党对我们好像又不好 以本省来说啊 又二二八事件 所以大家都搞不清楚 我应该要听谁 我应该觉得我自己是谁 所以呢这个李登辉在台湾了以后呢 他就要告诉大家没有是谁 就是台湾 台湾人本省人 讲台语是OK的事情 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所以台湾人开始有了一个向心力以后 接下来的政权才会比较稳定 也就是说大家也觉得没有他 或许也没有台湾现在的稳定的状况 而会互相的还有跟那一 但是你说他现在放出来的这个言论啊 这个这个这言论之犯计的这个这个程度啊 以至于美国都不敢截茬是吧 这个蔡英文都不敢截茬 这么这就是他不是支持蔡英文的吗 蔡英文都不敢截茬 就是说哎 那他有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感受 然后你看这个宋楚瑜 所以他就说将了这几个派议军 宋楚瑜说什么 宋楚瑜就是说 这个这个这个我没有看到他讲的原文 所以我不不好评价 但是你也得表态啊 你别在宋楚瑜就说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前领导人吧 说话要谨慎 他只能说到这 只有宋秀柱 所以为什么你看 你们就说他很有谋略 说很有智慧 可是呢 你看从外界 你比如现在在我们那个大陆 你要是这网友就是老狗啊 对吧 包括宋秀柱骂他什么呢 就不忠不仁不义老翻颠 这台语怎么说啊 老翻颠 什么意思啊 就是老了还就是疯疯的这个人 老疯子了 你看他给人 就是比如说我为什么对他感兴趣 就是我离得远的这么看啊 我觉得疯了嘛 对吗 但是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他帮蔡英文稳住了非常毒的这一块 也就是说 呃 现在那个民进党已经不毒了 说真的 现在的民进党 未来的蔡英文选上 我不相信他会再走所谓的台湾独立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这已经不要再骗台湾的险命了 所以民进党不毒 但台湾有没有想要毒的人 我必须要说还是有一股这样极端的势力存在 这股势力还是属于所谓我们叫深绿的 对不对 那如果当你蔡英文越来越走浅绿的方向 你往中间走 那你要不要深绿这一块的票 在选举上你需要的 所以那靠谁 你不能在英文自己讲 因为你一讲美国会 美国会跳脚 那个大陆一定也跳脚 所以那你谁讲 李登辉讲 李登辉帮你稳住这一块 对啊 表面上看 是一个老政客 不甘寂寞 怕你们忘了 风言风语 讲一些明知是挑战的话 这些话好像很傻的话 他人家凤凰卫视工作地给毙了 其实呢 真的 有意无意 他都有谋略 当然 他帮蔡英文拉升绿 这是一层 另外 他们都说过嘛 台湾每次来绿斗的时候 最后 内地的过激的反应啊 会帮助绿派 已经好几次了 你看他最近又 你明白 他现在发现 你们怎么不反应了 你们不来关心我们了 他就跑出来 他这样一跑出来 讲极端的话 内地 我们现在先是网民的层面 以后还会有别的层面 哇 这个内地对台湾的姿态升得越高 国民党就越差 是啊 那咱们看看 看看他啊 所以我最近比较喜欢看他 你在看下边 这是 也有人说他是宣传新书了 这是把李登辉降到了 梁文道的水平了 这个 再看下边 这个 就是 在门口 台台湾很多人堵着他 亲日卖台元首 灯灰举首 说我 这是 这个 在下边看 哎 这个 是我想跟你们讲一讲的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早安 这时候 打醒精神 昨日已成立时 今日 焕然一新 拥抱新的局面 一大早就与世界无缝接轨 禁酒凤凰早班车 星期一至无凤凰为市中安台 风雨变换 其实我真正关心的 还不是政治 就我作为著名人类学家 我还是 我觉得对李治灯辉的这个人类标本 我非常感兴趣 因为我为什么说你看能拍电视剧 徐老师 您这讲文学的 你有没有想到 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还是一个爱国者 当然他这个里边爱国者的话 也还分他是一个日本爱国者 还是一个台湾爱国者 还是一个 然后呢 你想这个人 我要写剧本的话 他共产党说他叛党 那么他当他自己 当年加入过共产党 至少是外围组织 好 然后国民党 现在马英九说叛党 叛国 对吧 这说自己是日本人 那么 那么这是他慢慢思想改变 还是他一开始就认为他是日本人 那么如果是的话 你想啊 他还当上了台湾的领导人 就是所谓的总统 当年在蒋经国的身边 我的天这是一地下工作者呀 他这么多年 就怀着一个什么使命 对 你知道我为了要来唱 我查了一个东西 他有自己解读过自己 他说第一 他22岁之前 他认为他自己是日本人啊 那这是因为他从小受了这个黄鸣化的教育 然后之后呢 因为这个国民党来了以后 他就发觉 哦 其实我是中国人 然后他说 为了要调和这个双重认同 他用了一个日本京都学派哲学家 西田几多郎的一个概念 叫做绝对无的概念 他说 我是不是我的我 你有没有听懂 我是不是我的我 哎呦 这到禅宗了 已经到禅宗的境界了 所以显然 他这不是别人分析他 是他自己用了一个京都哲学家的话 说我是不是我的我 所以我相信 还是用了个日本人的 当然是一定 他这一生热爱日本文学 而且呢 我就 我还发现一点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 他跟他的这个哥哥 感情非常深 是 超过他对父母的这个怀念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 他哥哥长得太帅了 这种兄弟啊 你看看他照片 他显得太难看了 你看你看他哥哥 你看他这个左边这个 他哥哥 右边是李登辉 你说这 这像一个妈生的吗 这玩意 他哥哥做了 他不敢做 没做到 对他哥哥 你说帅哥吧 他对他的哥哥啊 你想到这么大年纪 他想起他哥哥都流泪 他是他 他是这样 所以他到靖国神社去 什么参拜他哥哥的什么 王灵 他 李登辉有他的见识 他的这个见识 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就说当年啊 他的哥 他他说他哥哥 你想他哥哥就是 海军陆战队 这个日本的海军陆战队 他是台台湾人 他就是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吗 他哥哥是扔下了老婆孩子 参军说 他说那个时候 我跟我哥哥想的 就是为了大日本帝国 我们付出我们的生命 然后他说就他就去了 他去京都那个帝国大学 然后他去了 去了你知道吗 他随着台湾的这个船呢 去日本的船到了青岛 他说我是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人 你看这是李登辉的描述 他说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 他说我看中国人 这帮我黑的 就像泥腿子 就黑都普遍都黑不溜秋的 感觉好多天没洗澡 他说你看 那个他第一次看到中国人 他说我产生了忧心 他说我觉得 日本不应该给跟这样的国家开战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说这些人这么不爱卫生 就是能够忍受这么冷酷的肮脏的低级的生活条件 他觉得跟这样的民族打仗啊 打不死的 打不赢的 你说这是他的某种见识很奇怪 他就觉得哎呀 我们日本不应该跟这种人打仗 然后呢 好像就是他的解释 就是说他认为日本跟中国开战 是战略上的错误 然后为什么是战略上的这个错误呢 你知道他这个太逗了 他说他说实际呢 他觉得跟台湾有关 你这为什么跟台湾有关呢 他说因为啊 当时日治时代啊 这个台湾种出了一种米 好像叫蓬莱米 对 一种大米 这种大米呢 到了这个就价廉物美 种出来之后 一到了日本之后啊 日本的农民啊 种地就是不行了 竞争不过了 于是呢 日本的农民啊就更穷 因为这个台湾这个种出来的一个大米啊 就让日本农民处境变差 于是日本贫富差距 但是呢 他就说 作为日本的领导者 没有把这个国内的贫富差距的矛盾啊 在国内解决 反而是把它引向 转移到 转移 所以就去打这个中国 然后中国人这么脏 这么不爱卫生 什么吃什么都行 喝喝穿什么都行 这你怎么打得过他们 就这是李登辉这逻辑 你却有 这台湾前些年 有个人把世界地图弄过来 到了个方向 中心就是台湾 李登辉呢 基本上也是这个逻辑 你看他解释这个世界的变化 对 就围绕着台湾 但是呢 你知道 就同样这个人 当初帮蒋经国做事的时候 椅子啊 从来只做 一般 一般 这是有名的 任何时候都是 都是这样做的 那这要我要拍 拍戏剧的角色 你觉得他的面相 是不是有一种大奸之相 特像是那种巨奸之人 但是我还是就是问你这个问题 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还是一个信念者 台湾 台湾的那个什么 他是个政客 他是个政客 他是一个很 算得上 我们如果我们撇开道德不讲 纯粹从技术上讲 他是个挺成功的政客 因为你如果他可以这么久的保持权力 是 因为如果你说他是一个就是理想主义者 就是把他现在九十几岁讲的这些话呢 如果倒推回来 那他早该在他最有权力的时候 就例如说把台湾就卖给日本啊 或者是对于日本有特别多 比较导向的行为 但也没有啊 理想主义者不能那么长久的做半边椅子的 就做不了的 是 这个只是要功夫 而且他说 就像我们的潜伏啊 潜伏啊 身怀着一个信念 你注意到没有 你看咱们大陆这些电视剧 那些潜伏啊 暗算什么的 一般塑造的就是潜伏在敌人阵营里的那个 完全就靠信仰 否则盯不对 盯不了这么几十年 甚至一辈子 那么是不是 我有时候会文学想象李登辉 会我心里一直怀着这个信仰 黄民 还是日本 然后我就潜伏在 他的信仰是说 大概都不错 他说 他说他这辈子很多人都会说 我们在体制外改革 他说但是他这辈子相信在体制内改革 所以他一直得让自己保留在体制内 所以呢 我觉得他知道在什么时间是主流的体制 他就让自己在这个体制里面 然后做他想做的事情 嗯 他日本人当初统治台湾呢 跟他到中国打仗了 他的基本的策略是不一样的 他是把台湾 真的当做他的地方了 因此他扎扎实实的搞基本建设 盖房子 教育 就把你的人呢 当做我的臣民来 来来这样来管理 到中国呢 他是一个敌对国打仗 而且欠了很多血债 尤其是一直也没有打赢 也在僵持 所以南京屠杀 你想 他是不怕接下仇恨 正因为如此 台湾有很多 尤其老一辈的人 他们想到日据的 那些留下来的建筑啊 留下来一套官僚体制啊 甚至一些语言的一些人的待人接物啊 到现在房子买房子 还有多少瓶多少瓶啊 就是对日本的东西并不像中国大陆的人 对日本这么仇恨 这么排斥 这是李登辉存在的一个基本的土壤 但是你要这么说 我就真觉得这个蒋经国的这个选择呀 他足有没有足够了解李登辉 因为你想 李登辉是当年的日本军人 他参加过的战斗是什么呢 东京大空袭的时候 他是高车炮部队 打过美国飞机 他以日本士官 他是打美国飞机在二战 那么这样一个人成了这个所谓中华民国的所谓总统 我天哪 我觉得这个很戏剧性啊 你这东西 比如说蒋经国当时看上他 就是第一他在他旁边的时候 我相信他扮演着非常好的角色 获取了他的信任 这件事情他就是一个台湾人在那个时代 可以做到这么 就是在一个当时领导人旁边 这么贴近的一个秘书 太难了 他的台湾本省人的身份帮了他很多忙 对他 因为蒋经国那时候真的就像又挺想 他有意消除国民党政府 跟台湾老百姓之间的这种统治危机 所以他觉得通过这么一个转接 因为蒋经国又要解研 又要推行民主化 他走过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 又要放弃国民党的全部的威权统治 所以这个时候他要跟本地人有一个携手 当然人呢总归是有 接班的人是很难看透 咱毛主席这么伟大还看到林彪呢 对不对啊 所以建峰同志有时候也会看错人 对建峰同志 建峰同志选了这头 看了这头忘了那头了 是吧 当然也有可能建峰同志确实是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是吧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些还有什么八卦 我刚刚在看其实第一八卦 不过最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现在 对我是觉得他 对我对他来说 我看他我是觉得 就像你说我最崇拜 崇拜不是 我最敬佩是他这个人到现在的这种功力 就是他深深蒂蒂的一些想法呢 他总是会挑一堆适当的时机说出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倒是蛮厉害的 不过我跟你讲 所有跟他伴随的人我也觉得啦 大家不用真的觉得他也是在帮你 就是这个人从头到尾就就是他自个儿 就是他只是借由每个的棋子 去做他的一些理想的延伸 或他的概念的延伸 也就是说蔡英文你也不要觉得 他是帮你或喜欢你 你也就只是他的思想的一个延伸 当你不OK了 陈水片你不OK了 下一个就剔除了 其实他的整个路上不一样也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没搞什么 另外这个政治上的这种长久的长青树 一直保持影响力 这其实也不是日本的传统 倒是我们中国的传统 中国历来 掌权的人就一直能做下去 以前蒋介石这个这做总统的时候 那做那个总统的时候 人家不是为 他说我下一任要退了 那人家说下一任找谁 下一任找赵元任 赵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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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一任 这过了几年 为了那么下一任总统找 蒋介石 余佑任吧 余佑任是一个人 我还任 我在做 我在做 赵元任 赵着元任来 余佑任 余佑任 所以他就一直做下去 然后到了他儿子 就是你等会 对不对 李德惠的背景 其实就是他 你看他小时候被 虽然他是属于皇民化的一个 这个精英分子被训练 对不对 但他看到被所谓的 所谓外族的一个统治 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必须要忍辱负重 然后还要做到他这个理念中 被挑选成为精英皇民化的一个过程 然后到了这个国民党的时代 他也看 我相信他更了解这个 蒋经国跟这个时代 他们所念 他把国民党理议外外玩个特别 对 他把所有都看过了一遍 然后再来执政 这个人 他的这个背景 你想那个时候 国民党跟陈水扁竞选的时候 国民党60%的选票 那个40%都不到 没有可能赢的 怎么让40%的赢 就是把60%的 要把它拆开 而且不能猜多 不能猜少 要猜成30% 你想想看 他要是猜到40% 20%的话 那还是国民党赢 宋楚瑜 他能够正好把宋楚瑜 分掉国民党另外 而且宋楚瑜是他一手提拔的 对不对 就是他为了要 第一他先巩固他自己 所以他让宋楚瑜来帮他 巩固地方 省长 因为他逛的国民党 宋楚瑜你来 你来 我再用一个外省人 然后再去巩固地方 就省长他一起来 变成第一高票以后 宋楚瑜当初是全台湾第一个 就是这么高票的民选省长以后 费神 隔一年马上费神 他怎么可能让名望高过于他呢 那我把你扶植起来 我太摸透你了 你有什么东西 在我手上 我当然知道 所以到了选举的时候 新票安逸出来 没了 所以又是一个全数家 绝对 这个马英九看来不一定能玩过他 断数差多 马英九现在操心的是 假如接下来蔡英文 他可能会坐牢 马英九现在这个只能靠什么玩他 就是说你这个退休待遇 我也给你弄下了 这个李登辉 他很够强 就是前所谓前领导人的这个待遇 现在马英九说的就是 你拿着这个 就是跟咱离退休老干部 还拿着我们给你的钱 退休金没有了 发表这种叛党叛国的言论 他才不缺你这些钱 对 最刚开始陈水扁贪污算什么 在陈水扁之前 查的是他的夫人 说一箱箱带这个 所以我现在就明白了 又婷 就是说我觉得 你觉得他是改口 我觉得他这个所谓改口 恰恰反映了他自己的这个身份确认 在他的青年时代 他确实觉得自己是日本皇民 对吧 甚至是为日本要献身 但是呢 到最后行格事尽 事意时宜的 他最后他现在就觉得 哎 我就要让这个台湾人 弄出一个台湾人 对对对吧 说历史上 郑成功也好 清朝也好 你们都是外来的 对吧 现在这日本人 我也当不成了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就台湾人吧 我要弄出一个台湾人 日本人当不成的关系 对他高举这么一个主体 对 而且他用 对 各位都是 大chlagen 社医院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